所謂純蟲管治來說是應該剪女囚犯頭髮的 你就自然去怨涼梁國雄 整件事是對的 你以為你贏了結果你就輸了 但是那些女囚犯還可以輸了 是的 你看看那些女囚犯如何對你梁國雄 是不是周庭很危險 周庭很危險 因為周庭是哭的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是痛哭流淒 一個問題是 這是612事件 就是他們的善良 其實已經入硬了 因為這件事是很難說的 你把人拍照 你這件事不算是煽動暴律 肯定是 所以這件事是無法拆開的 他們的問題是他們為何認罪 因為他們想認罪不少 起碼是判輕一點 他好像第一次判罪 他不如王之鋒 周庭判第一次 所以他們是有機會滿意的 我聽到他們哭 你也知道自己為何會哭 但因為他認罪是有機會滿意的 他不是打 他如果打我就坐定了 但給他保釋 即是他馬上坐 你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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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事已經入了 入了你保釋 即是入了很少的保釋 你到最後一段時間坐下 就沒有吃虧 起碼是無盡的 是的 所以保釋牛收的權利 只不過有什麼不讓你保釋 裝錯的時候的 Rationale 就是你潛逃的事情 就是因為你潛逃 理論上你不潛逃 理論上謀殺都應該會保釋 但因為謀殺 大案件怕你潛逃 或者你有潛逃的本 大案件當然是潛逃 或者是死刑 他一定會害怕你潛逃 那整件事的懲罰和對比 所以他就不讓你保釋 或者你怕你潛逃做保釋 理論上都是因為怕你潛逃 就算謀殺 也是怕你潛逃 因為仇泰、強姦、打劫 也是怕你潛逃 它是基本權利 但是當你入了罪之後 你就沒有了這個基本權利 因為你已經入了罪 所以就變得反過來 我給你保釋就是人情 原則是這樣的 但原則定了罪就是保釋人情 而在未定罪之前 原則上就是人權 人權就是人情的問題 我不讓你保釋 就入了罪 你釘了它 當然它可以讓你 你也是這樣 算了 有你怕你會飛 就不讓你去做 尤其是有些可能你很輕的 因為 因為你上訴 你上訴時 你也是坐十個月的 周時都是 如果現在的時間禁 你十個月之後 我到你上庭那一刻 你已經坐完了 那你又怎樣搞呢 狀況就是這樣 當然它痛哭流涕 這個可以分析一下 那麗花大月也是相當慘情的 是的 我都覺得他 因為他本身不是一個聰明的人 所以他不像黃之鋒一樣 黃之鋒硬 黃之鋒已經有心備準備了 黃之鋒是一個革命家 但作為一個革命家 他只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樣子不太好 即是真的要收拾一下 但你不能收拾一下 算是很久了 其實做革命家是很重要的 至古華拉 如果他不靚仔 你會搞什麼 就算是型 起碼有款式 是的 這件事對於醜樣來說 對於黃之鋒 作為一個革命家是很失敗的 尤其是黎智英走出來的款式都不同 即是大惡款式 你走出來後很有氣勢 即是你不同 你那個人走出來不同 即是他作為這種東西 走出來是硬碰他 因為他太醜樣 這是一個好致命的 第二個就是讀寫障礙 所有做革命的人 即是列寧、斯德人等 他們讀很多書 你很少能夠做這些 如果讀寫障礙 實際上很難 你會發現所有革命家都是九五八八 即是要騙人都要有學識 即是長毛 你一天要騙一些黨友 你要騙一些黨友 他是口衷的 但這兩個缺點都算是致命傷 因為你如果不是讀很多書 即是騙很多蠢人 但你知道香港很多記者 很多人都當他們是神 因為記者多數都不讀書 如果讀書 如果有知識 你就不會做記者 即是這樣的狀況 那我做記者 但你不是走的 有些聰明的嗎 有些聰明的 但你生一代嗎 我生一代 你生一代 你比較罕有 你不應該做記者 一直都覺得 我補充一下 其實傳聞是他父親是幫他寫東西的 即是幫他量度說話 如果不是他寫不出一本書 黃丹也有 黃丹也有 那再說 海外的回應都是行禮如宜 英國外交大臣Dorman Web 發表聲明回應 就說不要再打壓他們了 蔡英文也一樣 就說非常支持 關心香港人民追求民主訴求 現在不是絕望的時候 民主的台灣一定會雙挺港人 雙挺民主的 那都是港人兇狠 只是交代一下 是的 別害怕 其實你應該做KOL 你應該繼續做這些 你應該繼續做KOL 是比較好一點 以你的 正確 坦白說 做記者 如果只做本地新聞 就非常無聊 所以 最多的 我比較幸運 做一些國際新聞 周圍去跑一下 我覺得見識是會不同的 就是做國際傳媒 如果你真的做國際傳媒 跑運全世界 就像Thomas Friedman 那當然很好 好玩 因為疫情我真的很痛苦 但之前我也跑了幾個地方 也是聶德權出來說話 公務員宣誓 也不知道要怎樣寫 也不知道要寫還是不寫 現在這些公務員宣誓 是一天搞定的事 為何會搞不久 一天宣還是不寫 總言之以後就寫了 我小時候跟你說這麼多 你又不要做了 你搞來搞來搞來搞這麼多 你離開香港的政策 離開香港的事情是多嚴重的 距離的情況就是 政治任務用官僚方法處理 那當然是 就是阿耶加鎮露 沒有的 你這個說得對 政治任務用官僚方法處理 那政路也被人照到廢多花 沒錯 我想說一宗有趣的新聞 新聞故事是不值得說的 但是記者的修詞令人震驚 新聞這樣寫 就是落選港者廖偉宜前男友墮樓亡 標題是這樣寫 後面的事情不用說 但重點就是 他又說廖偉宜是落選港者 文中又說他是港者 即是Mutual Exclusive 落選港者也是港者 你會說八強港者 就比較準確一點 落選了就一定不是港者 如果港者只有一個 港者沒有落選 可能是三格 八強港者 所以看到我是騙爆頭的 我猜不到你會找這宗新聞出來 我與你很有問題 沒什麼人會介意 落選港者大家都當是港者 也當是港者 因為落選有些模糊 落選到哪裡才叫不落選 沒錯 這件事是無法界定 中文問題 中文問題 講完一些奇趣新聞 各國人風格也有些嚴肅 一些嚴肅一點 民政部就說 中國總和生育率跌破境界線 要想辦法怎樣打中 令人生育多些 這是沒辦法做到的 很難搞 張五常都很久以前說過 中國美孚仙龍 是 當初 他最慘的是一個計劃生育的辦公室 於是他 所以他release這件事 應該是十年前做的 十年前都已經放棄了 但問題 全部的收入率都是 非常低的 大城市 北京上海比香港低 對 香港好像1.2 北京上海是0.8 哇 真的很慘 為何 因為買賣太貴 很多年來看人們都懶惰 我認為人類會 Life will find its great 問題是這樣 問題是 如果要回復生育 就像牧師一樣 但中國現在不需要做 中國先讓人口萎縮一段 中國人口14億人 都是萎縮七八億人 才可以用極端手段去做 然後做了七八億人的時候 你可以用什麼方法呢 就像牧師一樣 走一封建築 現在基本上 為何你不會生兒子 因為你沒有養寵物 因為你不擁有子女 子女就是你和國家養的 原來你不可以聽的話 原來不用聽你的話 原來是聽國家的話 你會擁有寵物 但你不擁有子女 你的產權不清晰 牧師一樣可以 因為你可以控制 你一定會控制她 因為她的結婚本身是一個 繁衍的一個 不是繁衍 是一個財富的 財富和權利的一個交換 是一個雞成 你可以自由婚姻 那我真的不可以 其實只有貴族 只有窮人都可以自由婚姻 貴族是不可以的 自由戀愛 以前窮人都可以自由戀愛 或是被女 都會用老婆做的 沒有事情 被女的 virginity 其實是不太注重的 沒有所謂的 所以你不擁有兒子女 如果你的兒子可以打死他 即是以後賺了錢 你都可以全部擁有 你兒子是Bill Gates 都沒有用 他都可以借你 以前的女兒 就是賣女兒去做雞 即是你不是要賣 那些人說 你這樣說 我都沒有人這樣做 不是要這樣做 你是擁有所有權力 於是你會這樣做 現在的先生 一開始的時候 先生就教你 不要聽到老婆說的 剛剛進去 那我還沒有生兒子 原來生兒子出來 就全部只是玩幾年 然後就什麼都沒有 那為什麼不需要生兒子 即是整件事 你要把整個 原來養兒防老 我防老了之後 原來他交稅 然後政府派回社會福利給我 那我不如 我不如在別人 我自己不用養兒子 別人的兒子交過社會福利 別人的兒子來養兒給我 那會更划算 是的 根本上這是一個 你整個政府的結構 現在因為政府 將那個叫做什麼 將那個小孩 你現在的兒女是政府的屬於 你不要動 你不要虐待 你不要打他兩夜 不是犯了 兒女的權力 是屬於政府 屬於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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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沒有辦法改 你現在本身 你如果不是 你一天就求求生 你求求生很簡單 你生兒子不用交稅 即是新加坡 生兒子的免稅要提高一點 或者生兒子有福利 生兒子有錢 那你不如買牛奶 你一定要這樣 否則沒有辦法 即是反過來 不生懲罰他 中國正在想一些事情 是的 不生懲罰他 說回國際新聞 印度又是末頂之災 現在選什麼呢 就是九路的農民 因為農業法例的改動 因為這個法例 為什麼呢 因為疫情之下 印度良荒 所以你一定要加速土地兼平 提高農產量 農民當然憤怒 三十萬農民大軍 進軍得利 現在九路的通道 已經霸佔了五度 現在就很糟糕 我一天莫定 不知道怎麼辦 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其實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他其實是農村的農民 即是你們的票員 那你肥不肥肥呢 這次都相當濕陣 其實印度很濕陣 因為印度本身沒有做過土改 所以印度本身是一個專制國家 人們以為他是一個民主國家 其實不是 他對人民的科克程度 大家經常說中國是科克的十倍 你看看他如何迫害穆斯林 他迫害的情況 即是印度迫害穆斯林 或少數民族 其實是 他炸了你的料 然後就建立了印度的價格 但就無所謂 因為他是一個民主國家 所以民主國家是可以的 而且他沒有經歷過 所以他沒有 地方勢力很強 這是他最大的問題 他不跟中國已經將 中國也有些地方諸侯 他那些地方諸侯是好 你真的控制不到的 所以莫定一直都想做這件事 但是你一個民主國家 就很難控制政治改革 其實莫定很坦白說 近六七十年 印度建國以來 身為最大有違之軍 但他也是很難搞的 因為你的國家實在太不像一個國家 最簡單 他是一個叫做印度共產黨 是無法解重 兩億人都在控制 你看看地圖 整個印度中間就是紅色的 所以他叫做紅色的 紅色的 因為他 其實英國當年 只佔了西部的港口 而當初莫斯人進來的時候 就從北部打下來 所以他永遠在中部的時候 是等於美國的中部 其實是等於兩個國家 印度是等於幾十個國家 他有很多的幫忙是不同的 簡直是非常混亂 所以印度賽是沒有這件事的 正如中國賽也是一個集合的概念 你問印度有什麼是印度賽 他們是不能回答的 例如Bangardash 還有Pondra 各種賽 Pondra是 但是Bangardash 也不算是印度 好像南部那些 其實以前Mangardash 是最有錢的 但現在Mangardash 這幾年的經濟發展得很好 即是做一些 manufletary job 因為印度的經濟一直打不上去 經濟一直跟中國抄予 因為中國曾經試過共產主義的時候 做了土地改革 用了很多錢去做基建 然後那些什麼 其實印度是 有人說說印度軍事 因為他反映這個政治 就是印度用了很多錢去買 八國聯軍力那些 但是他們是沒有基建的 所以如果中國和印度在邊境打仗 他們的東西不能運上去 中國是可以互相通通的 但是印度裏面是互相不通的 基本上這個政治是做不到的 很簡單 就是我老師去過印度 他就說 在印度首都 太紀陵應該五六十公里 差不多五個小時 是 是 即是 在某一個大景點 進去都搞那麼久 那些基建是相當的 但是因為很多民主人 還會相信印度 是因為有民主才特 很快會贏中國 這個問題已經說了二十年 所以我看不起那些民主 黃絲民主人 說到印度很快會過中國 很快會過中國 那些是真的很多人這樣說的 印爆一定是法國支爆 印會爆一定是法國支爆 因為他那個波曲不起 但支爆有可能 因為波曲起了 但印度的波都出不上 你怎會爆 即他沒有東西可以輸 其實是 是 當然 印度IT產業 大家都神化了 他厲害是因為 那些厲害的美國 所以他本地的都不能忘記 印度最難 我告訴你 最壞的是私產業 就是搞到他這樣 一個這麼窮的國家 他出口大部分是服務員 那你為什麼要上去 你這麼窮的國家 完全錯誤 你這麼窮的國家 你應該去發展 第一次的製造 於是你讓那些窮人 先走上去 然後你慢慢去 他就是這麼窮的國家 他機業服務業 是佔了出口一半的 那你就死定了 那個國家 你是不能救 即是你整個產業 鍊倒轉了 你小時候讀到 你要去初級的產業 到服務業是最高級的 但他就是出口 全部都是服務業 而且你是一個大國 你一定會發展 labor intensive 工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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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他要不要紡織工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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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在剝光三腑要訓練 剝光三腑要訓練 兩人都要訓練我定力 有個月旦死人就說了印度 他抱著他的侄女去訓練 然後就只為訓練自己定力 剝光三腑 印度有很多騎士的所謂收入方法 問題是金地最重要的是 因為磅水跑到金地轉彈 變成一個聖人 其實金地簡單來說 只是一個人渣 但問題是他姓人就是一個人渣 很多時候都是國雄體 孫中山也是一個羅利雄 最後一則新聞 因為太沒人說 中文文章也不說 所以就不說一下 最重要的是 俄羅斯電視台報道 指出伊朗一位専門指揮官 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邊境 又被人掌握了 而上一宗很明顯是以色列做的 而這宗暫時未有證據 似乎也是 那重點是為何以色列要不斷搞伊朗 因為現在是特朗普到最後的時候 美國交接沒有網管的時候 他要炸 第二是因為他想激怒伊朗 他想伊朗和他打仗 因為特朗普這個時候 還可以 你如果一打了之後 拜登就慢慢了 大家都在做 他還在激怒對方 希望在最後的時候 挑動伊朗和他打仗 希望美國立即可以趁特朗普 還可以解決 當然我要補充我的看法 因為伊朗核武都非常密集 應該差不多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那以色列最危險 所以不如趁早就 勒勁他打仗 可以不可以 伊朗不夠以色列打仗 如果你可以在國內炸 炸死這麼多人的話 你的國防系統 已經廢了 所以你一定不夠打 你看看美國會不會 中國會不會被人做到這件事 你不會 所以你的國防系統 你的國安系統 你已經廢了 所以他只能忍耐 即是香港 如果當初去年的黑暴 發生 你再被國安系統 已經廢了 所以他一定要重新撿過來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能搞 你不能搞 香港本身已經被人滲透了 所以阿爺要由頭執擱 如果不是你沒有辦法 伊朗的戰線都很長 又是軍隊伊拉 又是赤尼亞 都是難搞的 他大約8千萬人 他本身有石油輸出 本身他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政治經濟實力 但是問題是 你的對手 以色彼此 超級大國 而且你本身的管治力 是很失敗的 經過這麼多年被人制裁 所有事情都搞的時候 你的管治力一直在削弱 伊朗其實 聽說伊朗 人們很喜歡整容 其實伊朗不像 大家想像這麼鐵幕 如果這麼鐵幕 反而好一點 伊朗其實在國內 Facebook開放 是嗎 Facebook開放 我沒有去過 但我跟張翠蓉很熟 雙方跟我說相關故事 是的 Facebook開放 就是因為他相當開放 所以才會被人來感受 如果他是真的有鐵幕 他就做不到 因為經過一段時間很開放 後來還在收緊 這就不詳細 後來還在收緊 只是在政治上收緊 但其實你的社會還是很開放 即女人可以看球 這些問題 是的 社會還是很開放 所以才會被這麼多人生命 如果他好像當年 1950年 總共是一個戰時體制 就不會 是 那 還有什麼補充 沒有 今天新聞聯播 是這麼多 好 拜拜 拜拜